Hello 我是LuckyLucky 今次講講PND的新限定神系列 是限定神系列 這個系列的8隻是有1,2,3,4,5隻公開了 講之前先講聲不好意思 LuckyLucky最近是出片慢了兼少了 這個狀態有機會都會持續一排都不頂 至於是甚麼原因我之後會講講 但放心 我的心是要大家同在的 OK 欲賣東西不講了 先講講今天的8星不是 是星七限定神的兩位 第一位是紅聖的雙劍姬 今年大感謝祭新限定 以這一期總統妹主來說 這位紅髮雙劍姬算是標青一點 先看強盜 各省方面又是一個高火力的 是30C三橫牌兼7C 先看出個省有沒有說呢 有啦 是SB7C兼防毒耐性 在目前火力時多 多番7C都算是近回40C 是近回40C 即是之後火力都是這樣上去的 而技能方面是進化Skill 哇 進化Skill好久沒見了 進化前20CD技個人加攻10彎10倍 更像海多 假如之後超重力不是回到1000分之一的話 這個10倍兼個人的30C經驗是超過的了 再加速技是漂亮的 即是不回頭的 又玩之間貫通無效劍三色陣 這招完全是矮王的招數 只是這招技是4湯不是3湯 變相System的話都不算特別可行 隊長技是紅炎揮性的劍氣 而6顆光或火燒時 嘩來啦 每一吋4.5倍攻兩屍加算50萬墜 疊加型 最後是8C時輕減差2% 嗯這個輕減率也是挺極的 而攻擊倍率方面雖然不就這樣看 3吋火的話是低過殺波的 但雙劍機連合光消情況之下 變相更容易轉回這個疊功 假如轉夠5吋光加暗並射傷隊長的話 按一按機是300多萬倍的可以 所以不用說了是挺瘋的 轉面看看武裝先 紅炎劍是轉火屬劍之斗 再來三顆加回復強化感 技能是破級收破雙級兼加速一回合 上功能少少還好 而第二把方面是有的 第二把聖輝劍是防綁7C神追加兼加手指 覺醒是偏火力向 7CD是全解兼加速 OK定位也是有的 但你問是不是特別亮眼呢個人就認為還好 好FANS劍機 先看看第二位 第二位是非常之蘿莉的雙斧技Mili 米妮看看怎樣 米妮升7重 變身前毫無疑問地是U自向的木火屬 是不是終於來呢 木火U自向 覺醒方面 先看看超覺醒這個位置 最大10C8U 10C8U4SB 也是火力向 技能方面18CD進化Skill 進化前三色陣兼無效盾 進化之後是個人加工量倍 水轉木暗轉火 個人加工兼雙色轉換 都算是不錯的技 但可惜只是個人加工 我想官方都是想全隊加工綁在變身重方面 所以這類進化Skill重有兩倍解放的角色 技能方面是走得好死的 隊長方面又是蝶加型 是火或者木4小時 U自小時 加工兩倍一試加算 劍一追打 體力系的三圍是4倍 體力系 最後也是有限制 隊長的感覺上都是偏火力向 畢竟轉一串腰是兩倍 蝶加方面是非常之高 即是假如有心珠同時燒的話 即是火木心燒的話 類似麥猛虎的玩法 這樣的話會容易玩一點 畢竟是沒有心珠的 好,看看雙虎先 第一把是靜忍虎 靜忍虎 好,要粗口字 覺醒方面是 磚木屬的 兼兩顆加短強化 兩顆木珠噗屎 一秒手指 14CD是解落三色陣兼三彎的減盾 嗯,都是中規中矩的武裝 第二把是好少少了 不及有雙腰的 體力系兼雙腰的雙回復強化 13CD的全加工兼無效盾 技能都是還好 暫時都不大驚喜 最下面是第三位星七角色 這位是叫妖倫的雙刀士 薩基尼 看看是怎樣 薩基尼 沙姆 某一套梅著動畫的角色 先看看角色是多色向 多色的話似乎是穩陣一點 覺醒最大四個多色,四個四色 連買有破防有L字 嗯,雖然四四色是不算特別高火力 在發現環境的重力之下是難少少 而技能方面16CD技 進化前是解落六色陣兼三彎威嚇技來的 美技 進化之後都是解落五色變換三絲架旋兼全版點燈 有些像是大媽和北海多交出來的技能 加算兼點燈是對應前手關 今天全版陣是古之然實用的 三絲的技之下多色來說是多個選擇 隊長技是五色或四色加深時呢 激減盾 嘩,這一招火力都很久沒見了 再來三絲加算 L字消時三十二倍五百萬追 玩的話是轉回多色L字的玩法 看來官方終於將這個L字的魔掌伸向多色了 好,看看武裝先 武裝方面的第一把 冥倫刀是L字破防兼惡魔的追加 類似原始魔女武裝似 14CD技也是破傷級兼威嚇技 玩好 第二把是青倫刀 角色龍追加深強化三毒強化L字 都還好 技能方面是寸解兼威嚇技 技能方面都還好 看來星7的武裝方面是不像特別厲害 好,最後兩位的六星角色 我想這些不可以換的六星那些呢 應該是真正的大獎了 第一位是純青的倉魔士 史勒比利托 這位是個boy來的 覺醒方面30C貫通 上橫排水的4SB 又是火力向啊 技能方面就不是進化Skill 是就這樣6CD技 兩彎的加手指加回加攻都算了 兩彎的大版面變幻啊 玩這一招技 假如沒記錯的話 這一招是全game第一招轉大版面的技啊 而如無意外這一招技呢 是可以解回先制的縮版面的 變相白色關 呂多次元關 這一類有縮版面的地下城呢 是如未對應之餘 同時都是一招爆發技啦 雖然這一招不用說 一定是今次大獎之一 果然六星才是大獎啊 神經病 隊長技是兩倍加攻加血 五十上半減 六消以上時最大是四十六倍攻 即是全版這樣燒 隊長就不用看啦 吞華進化後是否是 這個是七覺醒的 有雙十四指豆劍SB 當然地下十四啦 武裝方面第一把是倉魔書 有兩家血強兼四水橫排 回復的最佳 12CD技兩彎加速 明顯這一把是強過星七那些武裝 第二把是轉水屬兼雙水強化 水之斗 10CD技轉大版面 三彎轉大版面 不用說啦 個人認為是今次大獎之一 畢竟是目前唯一的技啊 第二位是槍盾史 整個星騎是這樣的 覺醒都似是聖魔史 30C貫通 L自防 SB 加上雙光串燒 6CD技都轉大版面 嘩 今期流行是大版面轉換 6CD破雙級 兼轉大版面 加攻兩倍 對長技是全員的 星數不同的時候 3本 是不是傻了我怎麼砌 2、3、4、5、6、7、8 這樣砌 這個個人認為是不太make sense的隊長技 全員是4.3倍 都不及可多高 並且兩寸光7倍 500萬追還 好 超覺醒方面都是十四最好 武裝方面是神追加雙光串燒 雙加血 10CD技是加攻10倍 兼15、15生成 爆發技兼固定版面技 武裝2的閃甲盾 是轉光屬4加回復強化的 12CD技是無雙盾 OK 是回復型的轉光屬 在4顆之下都是全GAME頂級的配置 這一把都不錯 然後最下面是無奈 新角色無奈 但PNDIE說10月10號的PASS特典 即會員特典 是會送多一顆感謝祭幣的 OK 會員又贏 未來的朋友看看可不可考慮一下 但個人認為怎麼看呢 今次升六方面 論技能強度創新度是強過星7的 畢竟星7三 即是雙劍機都是殺波影子 隊長技能是好似的 坦度未算很高 主要是靚 最高火力兼技能是破冠通技 全版陣 而雙劍機也是 木火腰折火力隊長 但就這樣看都不算強勢到很特別 第三位的雙都士 可能是最漂亮的一位都不頂 一來吃正多色環境 三絲的全版技 和海多大王這些可以LOOP 今次只有五色激減 十分之易發動之餘 三絲架算有追打 以多色來說性能是幾高下的 暫時三位而言 星7三位而言 過往認為最正是雙都士 但假如論回破格度 過往認為星6的兩位角色 槍屯士 劍瘡魔士 這一招轉大版面是非常之意外 畢竟是全遊戲第一招這樣技能 所以今次目標來說一定是這兩位 雖然只剩下三位是未知是怎樣 假如全部都是轉大版面的話 之後的環境最往是大版面的世界 所以這裡還是期待一下 我想剩下三隻會下星期才公佈 應該沒那麼快的 好,那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最後影片的希望給你按讚和訂閱我 我們在下影片中期再見,拜拜!